今天我们请到心脏科专科周凯芬医生 今天我们要谈一个症状叫卵原孔未闭症 卵原孔未闭症 卵原孔未闭症 因为他与中风其实也有一些关联 周医生解释一下卵原孔未闭症与中风的关系 卵原孔未闭症 大家要知道这件事本身不是一个病 其实有部份病人或部份人 我们心脏的情况有四间房 你会见到有两个叫心房 两个小房 两个叫心室 永远心房泵血会经过心反内心室 就会出身体道 但房间和房间永远都有墙 如果这两个心房中间 中间的两间房是应该是实的 不应该有联系 有心漏症就是这两个房间 心房 心房和心房 中间有个孔就叫心漏症 但我们知道的事情就是 在我们嬷子的时候 那幢墙就慢慢会埋合 直到某个点 它就会黏住了 这幢墙 房间和房间中间 有两成的人 其实这幢墙是关不陷 黏不陷 中间的小孔就会经过右心房和左心房 中间会有个垃圾 血液就有机会在右心房到左心房 那会有什么后果呢 问题就是说大部分人 刚才说有两成病患者 结果是没有病症的 没有病症 如果有这个 鸾玄孔尾桂症 这个就叫鸾玄孔尾桂症 即鸾玄孔尾桂症 没有关掉 没有关掉 应该关掉 没有关掉 那么就令到好似一个心漏症 即是说房间和房间中间有个孔 那你上个飞机 上个飞机 你看过电视 都是说叫你暂时去动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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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坐得久的时候 那些静脈很容易堵塞 那些静脈有血块 弹上那个右心房 平常来说它就会落到右心室 接着去肺部 但是如果我们知道的事情就是 如果心房和心房中间有个孔 而有个血块在这里形成 经过右心房 去过鸾玄孔尾桂症 去左边 它下去的左心室 奔上脑就会中风 对了 这个孔本身是不应该存在的 我们相信有某时某日 你有个血块在身体里形成了 它回到心脏 这个血块走到心脏里面 它不应该走到左边 应该去右心室 但是如果血块经过鸾玄孔尾桂症 过去左边 泵到左心室 泵到身体里 为什么人们会中风 出来这个大动物 第一个路就是上脑 通常人们中招就是中脑部 人们中风 简单来说中风 什么血管阻塞都可以 手也可以叫中风 眼也可以叫中风 脚也可以叫中风 血块弹去哪里都可以 为什么人们说中风永远是脑部 就是因为 泵出来身体 第一条路 去那条路就是脑部 中招的机会就最高了 所以 鸾玄孔尾桂症 如果我们知道的东西 当然有部分病人中风 是因为有糖尿 血压 胆固醇过高 这些都是血管病变的人 通常老的 但是为什么鸾玄孔尾桂症特别呢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的东西 有时大部分八九十岁 七八十岁中风 当然我们知道它是糖尿 血压胆固醇 但是如果 有个六十岁以下 它又没有糖尿 血压胆固醇 你要问问为什么会中风 这么年轻没理由会中风 医生通常 就会找个原因 部分的原因 就是因为那个心脏 有些血块 不知道在哪里形成 无论它是心律不正也好 但以前可能都说过 比如心房战动 中风会增加风险 有些人有个孔 卵圆孔未闭症 某时某日的血块 在不应该发生的情况下 它由右边去左边 泵出脑 它又有机会中风 所以如果它 有这个卵圆孔未闭症 它没有中风 你是不用理它 查不查到的 要做就要做这个 食道超声波 但是刚才说了 你本身有这个卵圆孔未闭症 如果没有中风 它不影响你日常生活 你是不需要处理它 刚才说有两成的人 是会有这个 生不含的孔 但不错了 如果60岁以下 某时某日某个病人中风 又解释不了 它又没有糖尿 又没有血压 又没有胆固醇 又不吃烟 什么血管风险病变都没有 那你就要找 第一个我们要找 就是看看有没有心律不正 刚才说了 心房战动 最高风险中风 如果有心律不正 它有机会心房战动会中风 但如果又没有心房战动 又没有刚才血管病变的因素 它没有理由无端端中风 这些年轻的病患者 我们就要找这个叫卵元梦味弊症 我们知道的事 如果有这个孔 它又年轻又中了风 又解释不了的原因 我们用一个微创的方式 如果封了它 封了这个不应该有的孔 将来它再注重风的机会 就大大减低 OK 但为何重要呢 就是因为这些通常都是年轻的 老的病患者 你中了风 你吃亚舌菱 你控制糖尿 控制血压膏 食烟 减低食烟 这些都是将来它控制的风险因素 但这类 年轻中风的病患者的不好处 就是因为它多数年轻 不幸中了风 你又不想它再次中风 它又年轻 你要防御它进造 你怎样要进造 它减低它将来第二次或第三次中风 所以就尽抄 抄了 真的有个卵原后未闭症 你就以手术的方式 可以封了它 那我们研究显示 是可以减低 将来再次中风的机会 好 我幻想一下 我幻想一个三十多岁的年轻 即是年轻力壮 现在在看下一刻 他现在有好人好者 那他可不可以走来医生 我想车一车 我有没有卵原后未闭症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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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让他查 可以的 但是大前提 刚才说了 不是说你中风 你应该找阻炎恐怖未闭症 你先排除了刚才 就是more common的原因 包括 但他未有中风 他好人好者 但他听完你说害怕 我现在听你说我都害怕 你说我都有可能 是的 人人都有可能的时候 那我就事前检查一下 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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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怎样可以知道呢 其实我们平常 你未必 带哥你以前也做过电脑掃描 电脑掃描 电脑掃描就带显 进去看看三条主义血管 有没有毛病 有没有收窄 最常见的心脏病 都是心血管毛病 那就是通波仔 那些情况 但是我们当时心脏检查可以以超声波形式 因为心脏很有趣的 就是一个叫动态的内脏 就是心脏会不断 不断 这些心反 亦都好似这些情况下 他会开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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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知道这么动态的情况下 我们以超声波形式 就像你照BB那样 其实可以看到心脏血液怎样走 我们知道的东西就是打生理盐水 我们会模仿到打生理盐水 如果真的有卵原症密闭症 可以製造到那条线 看到那个洞在哪里 如果有 当然如果真的是中后风 大前提一定要排除其他的可能性 刚才说心脏不正 心脏活跃 糖尿血 胆固醇 那些完全解释不到 那便值得做微错的手术 今天谢谢周医生 谢谢蛋哥